我们再来看一个例子 假设A跟B它都是正数 它说A加B等于4要求A分之1再加上B分之1的最小值 这个式子里面它的位置数之间并没有平方关系 但是我们会发现它的位置数之间呢 有导数关系 也就是说如果能够让A跟A分之1相乘 B跟B分之9相乘位置数就消掉了 所以如果我们发现两组位置数之间是互为导数的 我仍然可以利用科系不等式的代数形式哦 我们把它的形式给把它写下来 那一样的记得中瓜糊里面要放的是平方和 好那我们将第一组呢放在第一个瓜糊里面 那记得要变成平方和 所以A应该等于根号A的平方 而B呢应该要等于根号B的平方 后面这个式子要放在后面这个中瓜糊里面哦 好A分之1呢就是根号A分之1的完全平方 后面这边要小心一点 B开根号就根号B9开根号是3 所以后面这边要填的是根号B分之3的完全平方 就可以得到B分之9了 而前面告诉我中瓜糊是可以配起来的 所以第一个小瓜糊跟第一个小瓜糊配出来就是1 第二个小瓜糊里面呢跟第二个小瓜糊里面要配 所以乘出来呢是3 而这里呢要两个相加 所以加起来的结果呢就是4了 所以经过整理呢我们就可以得到了4的平方 会小于等于4在乘上这边不知道的A分之1 再加上B分之9 所以我们的主角在这里哦 所以主角呢就会大于等于这边4跟这个平方可以消掉一个 所以主角呢就会大于等于4 就可以算出它的最小值了 再加上B分之1